今天是8月26号星星族的第一天 然后我也是很早就过来了 然后今天是拿S21 以旧换星换这Philip 4 然后这款机制也是我期待很久 期待了一年了 然后待会给大家来个简单的开箱 现在我用的是S22 Ultra来拍摄 然后店内人还不是很多 因为还很早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店内的场景 不得不说S22 Ultra的拍摄效果是真的很不错 现在是以4K60帧的频率 60帧的帧率来拍摄 星系天下 带大家走一圈 这个是三星自驾出的投影仪 对 感觉还行 在家里有个小剧场也挺好的 这是之前老款的S21原产膜一直都没有撕过 保护的很好 因为一般没用的时候都放在手机包里面 给你们对比一下吧 右边是S22的紫色 左边是S21的紫色 然后 这一边 这一边是JF4的紫色 还有那个S21的紫色 不同角度下的颜色显示可能会不太一样 这个会偏更淡紫一点 不会那么浓艳 还有一点之前一直想说的是 从S22开始呢 它变得更宽了 然后呢 这个边框呢 也变成直角了 也就是有点像iPhone的样子 iPhone 13 Pro那样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S22的粉色的 但是视频拍起来并没有那么明显 居然拍成白金色了 这个明显就是粉色嘛 我不知道是S22的调教问题呢 还是我这里关线的问题 总之这个粉色呢 是挺好看的 樱花粉 然后接下来就是极动人形的时候了 你第一个很紧张 不会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配件盒里面有什么 三包凭证保修卡 还有一条Type-C的数据线 双C口的 接下来是一些神秘的东西 就不给大家看了 好这个是真机 刚刚我们有拍过一次 然后出了点小插曲 所以说导致又得再重拍一次了 真机呢我们先放到一边 然后呢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 身上 我没想到他这次还送了一个充电头 而且还是快充 应该是25瓦吧 对 然后 这边 对 其实真机我不忍心折叠 不过呢 这本身就是折叠机 必定要折叠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次攻击的地方挺多的 特别是这个脚链骨板 它比上一代更薄更轻微一些 也拿上一代的机身来对比一下 待会儿 然后呢 还升级了处理器 处理器是高 是台积电代工 处理器呢是台积电代工的高通效能 八九万 然后它比上新自驾代工的 功耗海底 是不是还没了一个机型 然后呢 这边是指纹识别 音量上下键 前置摄像头 听筒 然后这边是SIM卡槽 两个摄像头 其实我更希望它是三个摄像头 这样的话就拍摄能力更上一筹了 这个是双四闪光灯 然后在这里还有个1.9寸的屏幕 下一步 有来吗 使用救济副 好的 现在更新 没有 放置一下 要点一下这一步 没太好 那你怎么办 哦 这果寒预装的软件 还真的好多啊 有点被气到 好了 咱们 你先找吧 没事 没事 我擦的这个 相机 它折叠的时候呢 会自动 嗯 嗯 非常nice 安 对 走 走 无论 在和 用 在这边